近來對岸官媒及涉台機構 惡意炒作所謂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試圖威脅恨臺灣社會 干擾我民主政治的運作 這種惡劣的情境 不但會讓臺灣人民感到絲毫的畏懼 反而更加厭惡共黨專政體制的 無知與蠻橫和世界的普世價值 是越漸行漸遠 我們嚴正警告 胡臺辦及一些 煽動極端對立的陸方輿論 若不顧及臺灣人民的感受 不尊重臺灣的民意 一再惡意炒作此議題 而破壞兩岸關係 及雙方交流的互動 勢必 結果適得其反 最終也將致死其惡果 我們呼籲對岸應該立即停止 挑釁聲勢 切勿因錯誤的政策而讓兩岸關係 走向無法扭轉的不歸路 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 臺灣人民堅決拒絕 中共的一中原則 及所謂的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我們不會因為對岸施壓 人家恫嚇而妥協 政府也將注意情勢的發展 採取必要的防衛 及掩擬反制作為 我們也會提醒國人 中國大陸不是正常的法制國家 我們觀察他對台將會持續施壓 對國方來接受一中的政治框架 那麼中共視臺灣議題為中美關係的核心 全力阻斷美方對台海議題之涉入 並破壞臺美合作關係的提升 我們知道美東時間11月7號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宣布贏得第46屆的總統大選 國際社會紛紛表達祝賀 那麼蔡總統也在推文中祝賀 並強調台美關係 直居於堅強的價值理念 將繼續增進友誼 貢獻國際 那麼美中長期的競爭態勢不變 雙方衝突 局勢或將暫時趨緩 不過未來美中關係發展 也將影響區域安全 以及世界的政經格局 北京方面應該會審慎的評估 美方內部的情勢 並重塑雙方關係的發展趨勢 那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一再抗戰勝利 抗美援朝周年紀念 還有進博會等場域 一再不點名宣示 五個決不答應 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 以及智力更生 對外開放等 警告美方物一月期核心利益紅線 我們觀察他對台將會持續施壓 對國防來接受一中的政治框架 那麼中共視臺灣議題為中美關係的核心 前例阻斷美方對台海議題之涉入 並破壞台美合作關係的提升 那麼其對台政策不會受到 美國大選結果影響 那政府將持續深化台美關係 維繫兩岸和平以致因應 那麼美國是我們維護台海和平 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美國兩黨行政部門 國會以及美國人民 長期支持台灣 那麼近期台美關係長足進展 美方持續對台軍售 通過諸多友台法案 及進行多領域的合作 未來台美關係將在共同理念價值上 在經貿 在科技 在安全 在防疫等 國際合作領域 持續為區域安全繁榮等共同利益 深化合作 面對兩岸情勢的發展 政府將在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原則下 堅定既定的立場 持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妥勝應處可能的情況 也呼應對岸秉持務實理性的態度 放棄強加於人的框降 不設前提的溝通對話 以化解對立 共同促進兩岸的良性互動發展